周二欧联,二、三莫斯科火车头对拜仁慕尼克。 莫斯科火车头在上轮欧联分组赛作客惊险地以二比二逼和萨尔斯堡, 总算被过全失三分的开局。 回到俄超,莫斯科火车头上轮主场面对护级分子罗达景以一比二败阵, 令对方取得今季俄超的手翼胜仗。 这场败仗令莫斯科火车头很可能在联赛的前四位不保,打击实在不少。 如此看来,莫斯科火车头自之前联赛四年胜后状态少见回落, 故今翻面对来势凶凶的拜仁慕尼克,前者还有主场之利, 但恐怕也只有输小当赢。 拜仁慕尼克自九月下旬在德甲不敌何分涵后, 球队近期状态大涌,在各项赛事豪取六年胜, 期间共攻入23球,长军入3.8球,火力非常旺盛。 拜仁慕尼克在上界勾联以全胜姿态夺冠, 为免冠军自然是球队的首要目标。 从拜仁慕尼克在分组赛首将能以四比零 兴取实力分子马德里体育会来看, 金像面对层次更低的莫斯科火车头, 拜仁慕尼克的七年性随止日可待外, 也有望大节一场。 让求,负二,负2.5的拜仁慕尼克客性, 值得支持。